侵略者的税收官问新疆维吾尔族农民,你们都种啥?农民回道,种汉人百姓,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外在湖南省桃源县和河南省免石县,也有少量维吾尔族分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文文献对这个族名有不同的一写四世纪称原歌,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称维歌,七百八十八年以前称回和,七百八十八年以后至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则称为回忽十三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称为乌尔,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则称为回布,陈回。 从1935年开始称为乌尔,并一直沿用至今进入近代以来,在中国保释外来侵略之时绝大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同胞都能与祖国站在一起,齐心抗击侵略者。 譬如阿古百事件,1865年,来自中亚浩瀚汉国的阿古百,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趁清朝内忧外患之际,率军新入中国新疆,仅用三年多时间,便将南疆全部占领,开始对新疆各族百姓。 实行十多年的反动军事独裁和宗教极端统治1867年,阿古百自立为汉建立所谓的洪福汉国,并于1872年基本占领新疆全境。 洪福汉国建立后侵略者阿古百,以伊斯兰教法典杀里阿特作为最高法律,在各地舍立宗教法庭,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还颁布重税政策执行严刑库法,用武力残酷压榨新疆百姓如有不从者,通通杀无设好多百姓因无力承担科捐杂税严刑后脸,沦为奴隶。 仅供阿古百一人驱使的奴隶数量,就有3000人之多,为了更好的赚取钱才供自己挥霍,他还把新疆百姓当作奴隶像牲口一样,卖到中亚中东地区去做苦力。 而且价格极为低廉一名健壮的男奴在喀什盖尔奴隶市场,得仅售40枚银币。 后来,阿古百用心将各族百姓的血汗修建了王宫在王宫,里住着600余名被阿古百掠夺来的汉、蒙、维吾尔回、哈萨克,以及其他民族的免女。 充当他发泄受益的工具,阿古百连一八岁的小女孩子,也不放过西北监乌。 死者时长七八,他每次行军,都要带上十几辆车,里面关着那些被他抓来的可怜的女人和被他抢来的美味的食物。 阿古百占领下的新疆是新疆各族百姓经历的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 因此,新疆百姓都咒骂阿古百是魔鬼,也说何灾害,都希望清廷能将这个侵略者赶出家门。 一天在喀什噶尔的一个集会上进来了一个人他脸色苍白大口地喘着粗气。 在座的人惊奇地问道,您怎么了?为什么喘着这么粗的气? 那人回答说,我以为阿古百的伊斯兰时代只有一年半载,就完了,现在却延续了十四年。 压得我,受不了了,一天在喀什噶尔的帕子瓦提村,金家诗县,李侵略者阿古百的税收官正好碰见。 新疆维吾尔族农民在耕作,于是便问,喂朋友,你们都种啥农民回到朋友? 我们在和泰种气丹,这里的和泰,气丹是汉人的代称也就说,维吾尔族农民说的是种汉人税收官。 也知道,阿古百的统治非常残暴不得民心,新疆百姓都盼望着汉人能过来赶走。 他因此只是会心一笑心照不宣地假装听不懂,策拿而去维吾尔族农民,以农夫播种庄稼,收获粮食,来比喻播种汉人收获希望。 把驱逐外寇的希望,寄托在汉人身上,反映出维吾尔同胞,对中央能出兵收复新疆的一切期待。 当左宗棠要出兵新疆的消息传到新疆各族百姓耳中时,他们都在街头巷尾成群结伙地议论着和泰,气丹,就要来了我们的坏日子就要结束了。 当左宗棠的大军到达新疆后,新疆各族百姓和士兵纷纷加入清军,指引带路共同剿灭阿古本,还发出了见到安吉言人号喊人的别称就杀的口号,1877年5月侵略者阿古。 摆在左宗棠大军的打击下,死于喀拉沙尔新疆燕齐县旗子伯克湖里,即位将其葬于喀什,不久洪福汉国,崩溃伯克湖里于1878年2月率残部白燕湖等人逃回中亚河间地区。 一说投奔俄国,喜,欢迎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 感谢观看